营生通讯处在5月30号这个周末 全体动员参与公益 响应创世基金会所举办的 齐心座公益爱心园游会二手义卖活动 当天单位同仁全体动员 在艳阳高照的30几度高温下 持出浑身解数 将平时展业的功力发挥在现场的义卖活动中 目的就是想要为创世基金会多募集一些资金 这次Top Channel的台南特派记者也出动咯 让我们一起来参与当天的活动吧 大家好 我是Top Channel台南特派记者 营生通讯处陈振文 今天带大家来到台南的一场盛会 也就是我们创世基金会所办的 爱心义卖园游会 今天我们来很高兴大家来看到这边 义卖活动非常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来龙中小胚小胚小胚 李承李承李承 来来龙中一个十块十块十块啦 营生通讯处在5月30号这个星期六 全体动员餐饮公益 为创世基金会爱心园游会进行二手无资拍卖 为了这次的公益活动 他们在一个月内就募集了近千件的拍卖商品 活动现场 众人们将平常展业的热情 展现在响应公益活动上 发挥热情的本质 用力的向民众叫卖 为的就是为创世基金会多募集一些资金 帮助达成建造屏东植物人安养院的目标 在活动现场中 挤满了许多意卖的摊位 而每个摊位也卯足了全力吸引民众 不过 营生摊位中 为官选购的民众可是从来都没有减少过 反而越来越多呢 看到来到摊位上的民众 伙伴们的热情也越来越强烈 营生通讯处每个月都会举办至少一次的公益活动 去年他们也一起参与了同事创世基金会所主办的 青青做公益爱心园游会二手一卖活动 虽然参与活动无法直接帮助到展业伙伴 增援或是反业 但是他们仍然全体动员 利用加热的时间 顺制海溪加带券一起来响应 才刚加入团队的伙伴 也非常认同单位今天参与的公益活动 来 营生特派记者为您带到今天的专访 来 这是我们今年刚加入台湾人寿的新人 来来来 你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你感觉如何呢 我觉得我们公司真的很有爱心 让我们提供一个可以帮助弱势的一个机会 真的 那你自己本身加入这么有爱心的一个公司 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感觉真的很有意义 让我的生命更有价值 那你今天对这件活动投入了多少心力呢 百分之百 来 要让人家赏钱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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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力 营生的伙伴为了吸引更多的买家 在三十几度的高温下 扮起大朋友小朋友最爱的玩偶 当然小孩都藏着更可爱的布偶合影圆练 果然让原本就高人气的摊位 更急得水泄不通 虽然气温越来越高 但是伙伴们在活动中却不见任何疲态 甚至情绪更加高昂 每个都展露出笑脸吸引民众并用力的交卖 真正 一来一圣 一口就好了 哎 想必了 爱心一百 要走啦 来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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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过路过不要走过 一百公 一百的孩子就躲你回去了 参与公益活动已经成为了银轩的单位文化 在这一次的活动过程中 从募集物资到现场义卖 同仁们都展现了强大的向心力 展现了高度的组织动能 而受要参与活动的保护 也非常愿可单位伙伴对于公益关怀的用心 今天很开心的把户友来到现场 来为我们这个义卖 来做一些捐赠的活动 当然也有带下他们的爱心 那我们来请问一下 请问你对这次陶人寿的办这个活动 然后创始进会的义卖活动 你觉得如何 我觉得做公寓做爱心 觉得很好很不错 你觉得做公寓很好 那陶人寿就是在这边呢 我们办了一个义卖的摊子 请问你对这次义卖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觉得这个对台湾人寿他们的形象也蛮好 蛮有帮助的啦 那你这次有没有带走我们的义卖商品呢 有啊有啊有啊 买了一个大娃娃给小孩子啊 看样子是一个好爸爸 他对小孩子非常的贴心 他买了一只哆啦A梦文具给小朋友 妹妹开不开心 开心 开心 非常好 以上就是陈正文在台南为大家特别的报道 谢谢 整个下午的义卖活动 银生团队一共募集了三万多元 所有金额将全数捐给创始基金会 作为新建屏洞植物人安养院的基金 发挥了台湾人寿以人为本的经历理念 也让银生的伙伴在展业之余 用回馈社会的态度 为弱势族群尽一份心力 透过今天的活动 也让伙伴们有了美好的回忆 让我们一起将爱传递到每个需要的地方